先來看說今天是二十四 擷起的這個二黑 這幾十點多 台南市的這個氣溫 是已經超過三十五度 氣象叫的占對台南地區 發佈高溫紅色調好 有連續三天出現三十八度高溫的可能 比頭一個紅色好風味 也在接近台灣 不過禮拜到白夜的早上會通過台灣 雖然會落後 但是對這個所謂南部 沒有欠這個幫助 也是優寒 家層裡面水量不大 山都是山椒 雖然收入的收入卡 頂油是洗不洗 是去年台灣落後 上座的地方超過一萬兩千和米 大概剛才大後 在尾山頂上超出大量的山椒 就像飲水 收入港也擠水 水利息決定 到月五十三點一四月 來行見有兩點七公里 等的分紅磅康町港町 來改過程 因為紅磅發生嚴重的飲水問題 怎麼樣來讓我們的書號證明 面對極端氣候 有更好的 更安全的水環境 這也是這個計畫推動的一個主要 一落後就做大水 沒落後有又欠水 極端氣候影響台灣明顯 國內的欠水 最近是不是有希望來修改呢 起上級表示 今年第一度每日的方面接近台灣 會是禮拜二到禮拜一 早上來通過台灣 雖然會帶來港口 不過對蘇蓋南部欠水 強行幫助休閒 跟傳統大家認知的有比較強的西南風 比較滯流性的風面 還是有區別 那明天這道風面 它還是比較屬於移動性的 雨區在中部以北都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南部的話其實雨區還是有些雨 但相對量比較少 那對於水庫的話 多少的一些幫助 不過還是比較有限一點 不過全台灣騙熱 會在10點多 台南南海風區已經來到35度 起上級 前對台南發佈紅色情河 有連鎖三天出現 三十八度的機會 加基高雄賓當時 發佈感染色情河 有連鎖出現36度的機會 台東也可能有分風 星期日後百天 當北幾乎慢慢的政共 全台灣明顯變良 到後禮拜三進場 北部和北部 結婚是6到156度 中南部也6到16到19度 記者綜合報道